多蚊寻手特殊技能合理的三个猜测 先来看看王一刚方出的直字图 多蚊寻手必带特殊技能 参考之前的虚迷 镜台 还有凌山蚕鱼 仔细看多蚊的属性非常强势 这一句话很关键 这一点我们来对比一下其他三只寻手 可以发现多蚊的攻击直字是最高的 拥有虚迷的石果 法姿是最高的 拥有地厅的广木 他的体质是最高的 我们再把范围扩大到175级所有的召唤兽 多蚊的攻击直字也是仅次于童子 和黄金人马同样为1536 这就非常可怕了 一个看起来像是宫宠携带的特殊技能 如果王一真的想来一场大起牌 整一个根据力量点数来增加攻击力的技能 如果系数非常高的话 参考一下虚迷 现在还有人带没有虚迷的法召唤兽吗 这是第一个猜测真正意义上的物理虚迷 但老邓觉得这样太夸张了 老邓有几只拳红的猫灵都有一点顶不住 福战豪门几百万的召唤兽 那能顶得住吗 那么继续分析 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属性的加成呢 耐力防御 敏捷速度 老邓觉得不太可能 现在有进台了 提升血量 再来个防御 那宝宝全都是铁板呢 防御类的属性太强 并且王一最近在打击PK的五宝灵 追求福在高伤害对拼的态度之下 就更加不可能出防御属性的技能 敏捷和速度那是有点可能的 但这都不如高级敏捷来的实在 如果比不上高级敏捷 那对于梦幻的影响会很低 所以大概率还是攻击力量的加成 结合对梦幻目前攻宠 召唤兽 格局的分析 要么是系数非常低 力量乘于0.1 180级的宝宝大概是1300多的力量 那就是130点攻击的加成 这样的话算是锦上添花 让大佬去追求极限 这是第二个猜测 同时劳顿还有第三个材质 那就是增加负面作用 比如拥有这个技能 力量点数可以增加攻击力乘以0.4 这样可以增加500多的伤害 但是会减少30%的弃血和防御 这样血赖宫宠就不会被波及了 只会影响到权力的市场 权力权宏的任务宠 力批 引弓之类的宝宝 那么影响的玩家就相对较少 特别是对于服战 帮战的高端玩家 不会受太多的影响 这样影响的只有任务的5开玩家 这一招我觉得很强 直接砍了5开一刀 又保住了主力消费的群体 计划通 虽然现在老邓也非常希望 不要是物理虚名 不然我刚整的猫灵肯定会掉价 那咋呀 王姨赶紧宣布吧 别挤牙膏了